一般印象中开学第一天通常都没在上课 而立法院好像也是 今天是新会期的第一天 行政院长江一花一整个早上都在哭作上不了台 而朝野是协商再协商 一直到了下午 立法院长王金平邀江一花上台报告 就连想要走上台都还得在护航下 接连闯关 新会期第一天朝野协商破局 意识空转了一个上午 台联党团因为课纲问题 不让行政院长江一花上台实证报告 意识停摆一整个早上 终于等到这一刻 现在进行行政院院长提出书证荒村 及书证报告并被执行 请行政院江院长报告 协商完成江一花好不容易能够上台报告 但还没走到台上 台联立委已经举起看板 抢先一步霸占台前表达不满 请你们很能够就回到自己周围上 好不好 国民党立委见状立刻上前 台联立委叶金林 被国民党立委罗淑磊 吕玉玲嫁走 賴世宝则是带着江一花 慢慢走到台上 这下别像不满 还没走到又被台联立委赖正昌一挡 江一花无奈面带微笑站在原地 国民党立委在台前护航 在野立委拉起布条大声呼口号 江一花站在台上台联立委周年安几次想突破重围 都被国民党立委拦了下来 江一花就在一片混乱中开始施政报告 黄院长 洪福院长 各位委员先进 大家好 贵院第八届第五会期今天开议 本能应邀前来进行施政报告 深感荣幸 首先要祝福各位委员 新的一年平安如意 心想事成 抗议大约五分钟立委才逐渐散去 虽然不像上个会期 江回得到立院七次才能成功报告 但这样的混乱场景已成为立法院议事中的一环 见怪不怪 有点TV张成平 朱祺鱼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